我觉得西方看中国的经济是看得很不准的 他们是以他们的这一套标准 以他们的这个系统和这个模型来衡量中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看储蓄率太高 投资率太高 经济结构 又过于偏于出口以及工业等等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这种红光指标的话 你就真的是不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储蓄率是很高 但是呢储蓄率高有它的优势 那么在国外看 就是你储蓄率高 你肯定就是消费就很弱 所以呢你一定要降低储蓄率 这样才能自己经济 但实际上我们因为有了高的储蓄率 所以避免了这个非常 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圈套 也就是说他们要从国外借大量的这个钱 有很大的这个外债 然后外债呢 也是一个最后是一个导火索 就是他们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等等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我们就避免了需要从国外引进很大的这个资金来做发展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储蓄率高 那当然也是一个好事 他们觉得你的储蓄率那么高 你的投资那么高那么长时间 你肯定就是完全是靠资本机来推动这经济增长 那么这时候呢 你的经济增长肯定要放慢 甚至是会很低迷 因为你完全是靠投资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你要看我们的数据 改革推动经济 以及我们整体国家的效率提高 是非常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绩 所以不能说是靠投资 不能说是靠储蓄 不能说是靠出口 拉动经济增长